大家好啊,最近还是比较忙的,上一期也说了,更新视频可能要等到连后去了,但是我今天看了下回复啊,就忍不住出来要说两句,这期视频应该不会太长,前几天啊,有个新闻是香港主走,因为在电竞亚洲杯中,游戏中的字幕香港队的名称后面,没有加上拆了,所以就退赛了,我感觉有点意外啊,因为我在上一期视频,说过国际竹联非法,关于成员协会名称, 和席位,以及求援规划的规则,最后还说啊,怕战狗们得知了这个规则以后,就去冲了非法,结果啊,这边刚说了没几天,就争取冲了,但是却是香港方面,看来现在香港比内地更激进啊,关于这件事啊,我在社区发帖讲了一下,但是讲的不够详细,有一位订阅我说要分享我的帖子,分享倒是没问题的,网络时代的精神就是分享嘛,社会火动精神, 啊,串台了,但是我那帖子写的不太详细啊,也没有说这件事的具体情况,如果分享感觉有点不太严谨啊,而且香港媒体方面,我看了一下也没有说清楚这件事,所以我就干脆做个视频,补充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这次的电竞亚洲杯啊,实际上就是配合亚洲杯足球赛,所进行的一次足球游戏的比赛,分组都是按照亚洲杯的分组来的, 使用的游戏是科拉米公司的eFootball,也就是以前的实况足球,PES,现在改名了,其实足球游戏三巨头之一的非法,也改名成了FC, 但是在中国大陆的民间啊,大家称呼这两个游戏,还是叫实况和非法,所以我后面提到这个游戏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叫实况, 我们这帮玩家所说的足球游戏三巨头,就是实况,非法,和足球经理FM,其实FM也是改过名的,以前是叫冠军足球经理CM,在这次电竞亚洲杯的分组列表中啊, 香港的名称用了是香港斗号Chile,这也是现在香港足总在各大足球协会所使用的官方名称, 问题出在比赛用的实况的这个版本上,香港队的名称是HK,并没有Chile,于是香港足总就以此为由退出了比赛, 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啊,国际足联和各大足球组织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而是以足球协会为单位的, 香港在这些组织里面的名称,长期以来就是HK,转播的时候缩写是HKG,这并不涉及什么政治方面的港独之类的东西, 澳门现在在国际足联的名称,依然都还是叫Marco,而不是MarcoChile, 这种事啊,说实话,中国的体育界官方也不会在意的,也没有新闻报道说,提总要求香港足总改名啥的, 去亚洲杯的油管频道可以看到,之前的比赛,标题用的都是HK,只有这届杯赛,HK的后面加上了豆豪Chile, 那么香港足总是什么时候给自己加上Chile这个单词的呢? 具体时间是2023年3月,准确的说是2023年3月3日提出议案,3月8日通过议案起效, 根据香港足总的官方说法,这是港协,也就是香港奥委会,要求他辖下的所有体育总会, 在2023年7月1日前都要冠名中国香港,否则就不承认他们的合法存在,也没有赞助了, 所以足总才给自己的官方名称上夹上了差了,中文名称也从香港足球总会改名成了中国香港足球总会, 所以这不是体育总或者中国奥委会的意思,而是香港奥委会自己揣测上意表忠心自己的操作, 如果是体育总的意思,澳门也会改成MarcoChile的,而现在澳门还是没有改的, 香港足总的主席贝君齐,当时在周年大会上就表示,虽然已经通过了改名议案, 但是接下来还要到公司注册处,银行等地方更改资料,有信心能够在期限前完成改名, 意思就是,虽然我们自己已经决定改名了,也开会通过了,在网站公司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行程要做的,并不是今天通过,明天就全世界都是Hong KongChile了, 这代表最迟在2023年7月1日,也就是香港奥委会规定的日期之前, 香港足总在各大足球赛事用Hong Kong都是合规的, 而这次电竞亚洲杯使用的实况版本是2024, 这个游戏虽然叫做2024,但是是2023年9月发布的, 这是足球类游戏发布的算是一个规则吧, 版本号都是下一年,比如非法2023,就是2022年发布的, 所以在实况2024的制作周期里面,香港足总就是叫Hong Kong, 没有逗号拆了,那么在游戏中的字幕,当然也就是Hong Kong了, 但是在电竞亚洲杯的官方分组情况上,香港用的就是Hong Kong,逗号拆了, 这代表主办方是遵循了香港足总的改名方针的, 只不过是游戏,是你改名之前就发布的,所以字幕依然是Hong Kong, 这不是事儿啊,下一个版本改过来就行了嘛,改名不能改历史, 这个是足球界,甚至是整个体育界通行的规则, 比如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各项大赛中的成绩, 但是你不能倒回去把拿了欧洲杯冠军的那个队叫做俄罗斯, 它依然还是叫苏联, 鉴于电子竞争的特殊性啊,你可以去协商打个改名补丁也是可行的, 但是香港足总用了最激烈的方式退赛来代表自己的态度, 怎么说呢,揣摩上意嘛,做极端的事儿, 我香港也是爱国的, 为什么这样做,我也可以谈,我也可以爱国的, 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儿,硬是要落大的去银河, 事儿啊,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前面定有说要分享,其实只是我更新这期视频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我看到了在这个帖子里面, 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战狗回复, 他的回复有两条啊, 一条是,正式场合必须这么写的东西, 你非得耍这个小心眼,那就办理, 还有一条是, 澳门香港问题本来就是八国联军侵略之后造成的问题, 然后现在全把屎盆子扣中国头上, 这完美体现了当代战狗的两个特点, 傲慢和无知, 傲慢是把自己当成官老爷, 动不动就办理, 你一条阴阴狂吠的断己之犬, 能办谁,无非是狂吠己身, 想叫老爷过来办谁是谁吧, 可是老爷们可能根本就不在意这个事呢, 你在这摇尾起连个什么劲, 至于无知啊, 那就是战狗基本上不懂历史, 在历史方面完全是文王, 香港和澳门的问题跟八国联军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个是上过初中就应该知道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些都是中学历史里面学习的要点, 考试都是要考的, 一压南京条约各让香港, 二压北京条约各让九龙, 这些都是老师要求要背诵的, 战狗们是不是没上过中学, 就知道个八国联军, 所以什么事都往上面靠, 就像当年另外一帮战狗啊, 说不要过圣诞节, 结果也是扯到了八国联军上面, 说什么1860年圣诞节, 八国联军进北京, 烧了圆明园, 这帮人脑子里面是江湖啊, 我说他妈的, 你到底是, 你是蜡烛啊, 你的脑袋是不是动了手术, 挪到屁股上去了, 1860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联军火烧的圆明园, 火烧的日期也不是12月, 而是10月, 八国联军是1900年的事了, 也叫庚子国难, 因为1900年是庚子年嘛, 义和团事件在庚子国难中, 起了很大的影响, 这帮战狗就记得八国联军, 怕不是义和团转事吧, 大法国心胆寒, 英美德俄尽消然, 羊鬼子禁除完, 大清一统进江山,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会员朋友的支持, 和订有的订阅, 有你们订阅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 过一个热热烙烙的春节, 感谢观看,